我们上课 今天重新开始上课 上一堂课我们做了一个课堂讨论 有11个同学发言 而且我都看了 这个胡老师给你们的发言做一个整理 我觉得11个同学讲得非常的好 不用看那个成绩没有用的 所以关键的是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有一些可以解答的 我解答不能解答我们留着 以后上课的时候接着说 建立三省六部制的重要性 这个今天马上就要讲了 六部和九市是不是重复 这个也是今天要讲的 下面这个地方行政制度改革 府兵制改革选举改革 我们准备今天这个课都要讲 还有提出了这个隋文帝和女儿杨丽华的关系 这个读书读得很细 我大很出一惊 读什么书的呢 这位同学 读了哪一本书跟杨丽华的关系 李白和唐玄宗 这个是唐史的 君主与数族结合 以摆脱士族的影响 是否导致后世君主专制的源头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不过使用的这个词汇 我已经很久没用了 这是中国很长一段时间 在论述中国古代史的时候经常使用的 这个词汇的来源 是因为我们在有一段几十年内 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释历史 所以现在很麻烦 就是我不太开一些参考书给你们去读 因为这些参考书呢 它形成的时代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时期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 到文化大革命呢 把阶级斗争为纲强化到很高的高度 因此呢 它就按照阶级来划分 这个阶级划分的很粗 非常粗线条 一个呢 肯定是古代就是一个农民阶级 对吧 农民阶级和它相对的就是地主阶级 那么这两个阶级呢 就必然是矛盾的和斗争的 后来就发现这个解释有问题 地主阶级里面也有它不同的政治派别 所以呢 再根据经济的情况来做一个划分 把这个经济地位 政治地位偏低的就把它分为宿族地主 宿族 这个宿族呢 就像那个多妻制的家庭一样 小老婆生的孩子就是宿族 宿族 这么来的 那么正妻生的孩子是嫡子 所以呢 就是士族地主 而这个士呢 又有多种的写法 有写这个世界的士 也有写这个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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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无数种的写法 士嘛 士兮嘛 士世代代 这个士呢 可能更具有一种文化的味道 中国讲士大夫嘛 士不能不弘异 孔子说的 所以这是从这个士来 这个呢 是当官 这个是有权有势 有势 所以这样子把一个上层分出来 就是一个士族 那么和他对立的 我就说就是这个宿族 那这里面呢 其实我自己感觉很不妥 经济地位 社会身份 不一定会逼然带来对立和斗争 而中国历史上呢 往往是几个旗帜最平民阶层的人建立的朝廷 对平民最坏 建立的制度最烂 怎么解释呢 你说穷人翻身了吗 明朝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他社会身份最低 是一个要犯的乞丐 但是他最会作践穷人 所以呢 政治学 又告诉了我们一条道理 穷人最会作践穷人 他懂得怎么治你 这个有时候呢 这个家世背景太好的 他想治那个农村的农民 他还真不会治 他没去过农村 所以这里面呢 并不见得就是必然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样的划分 有个把历史僵化掉 变成几个概念 几个框框 于是就直接去套 你把这个人一抓出来 家世背景一查 好 他就是怎么样 这就变成了围成分论 他的家庭怎么样 就决定了他怎么样 他的政治立场 以及他的以后一切都决定了 所以这是后来你就看 从大致上 从八十年代以后 就越来越不采用这样的说法了 不太太 而且呢 阶级这个概念呢 也基本不太用 用到阶层更加细化 甚至在政治学上 我们更多用政治集团 政治集团就很复杂 它未必是同一种身份的 有钱人和没钱人 可以构成一个相同的政治集团 不一定 有时候因为是同乡可以构成一个政治集团 有时候因为同学构成一个政治集团 有时候是因为某种的政治目标 所以像这样子呢 这个问题呢 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年来不太用 但是呢 他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说所谓高高带上的皇帝 是不是和这个社会阶层比较低一点的 不是和那种很有权势 长期把持政治 垄断政治上层的人 而是和比他们低的这些人呢 结合在一起 试图去打破某一些大家族对政治的垄断 那么这样子呢 会不会导致后世专制的源头 这倒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考虑的 这个提出来问题呢 有它相当的合理性 为什么呢 因为一种政治它一旦固定下来 不管它是什么家族垄断不家族垄断 它形成了一种规矩 一种相互的制约制衡 现在你作为君主 你要打破它 你用什么办法去打破它 你是用一种制度性去打破它 用一种法制的手段去打破它 还是你要超越制度 超越法制 用自己的君主的权力 去拉一批底下的 想往上爬的这种政治打手 政治爬虫 去拉他们来进行对制度跟法制破坏 达到改变这种现状 最终形成君主大权独揽 身边呢 有一群政治打手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 屡屡出现 我们这里就会看到 其实我们讲唐使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就看到 唐太宗就一直想建立一种制度 建立一种法制 制度和法制都是对君主权力的制约 但是呢 它是对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 到唐太宗以后五则天 他想夺权 他就要打破这种制度 所以他用什么库立 用超越制度打破法制的手段 去抓权 确实导致了君主专制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好好去反思 深思历史的 后面一个关于黄中西的停推问题 我们把它放到后面去 这个接下来的问题也很好 开运河的积极意义 开运河积极 征伐高利的政治意义 这两个问题 第三个 随朝灭亡是在短时间内耗尽民力 超之过急 三个非常好的问题 都是上课要讲的内容 所以不讲 再来是 曾高利的五个看法 曾高利的看法 高利的问题 我们后面讨论 会专门介绍 曾高利 对外战争大兴土木 所以这里提出很多问题 我觉得 为什么要展开讨论 这是我们第一次 这个讨论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我可以了解你们在想什么 你们想知道什么 然后上课的时候 把你们想的 结合到课堂 课程的内容里面 尽量的能够回答 大家想知道的问题 把这个课 上的更符合你们的需要 好 那么 这次的讨论 我觉得很好 提出的问题特别好 现在我们来上我们的课 我们这个课的时间 其实还是非常的有限 很多问题都不能展开来 我们上一堂课 讲到随潮建立的这个过程 比较展开一点的讲 有好处 大家了解 因为有很多不展开的教科书 什么教科书都有 我的课程没有指定任何的教科书 因为我觉得任何教科书都不是很满意 有的好的篇幅太大 有的太薄的太简单 有的太教条 有的太什么 总是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觉得你们看哪一本都可以 因为每一本教材又有它很大的优点 我刚才说的它的缺点 没说它的优点 基本的史实情况 它会有一个介绍 那么今天呢 在上课之前推荐一部书 上回是我王婆卖瓜 推荐自己的书 这一回呢 隋唐史这一段呢 几部教材比较下来 我总体感觉还是 王仲若写的隋唐史比较好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那一套中国通史 断泰史组成的中国通史 王仲若这一部写的比较好 虽然呢 他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但是呢 他受那个时代的影响比较少 他的不适合作为教材 是因为他的篇幅比较大 上下两本 但作为咱们历史学专业的同学呢 自己阅读 这个量是起码应该要看这么多的 所以这一部作为中国学者写的隋唐史 我首先向大家推荐 另一部书 只能从参考意义上去读 是剑桥中国史里面的隋唐卷 剑桥中国史 你们读这个隋唐这一卷 它是一整套完整的书 这个剑桥中国史是美国跟欧洲 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做的一部书 这一部书呢 它大量采用日本人的研究 因为它在编这一部书的时候 存在两个问题 一个是中国学者的接触的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基本上都被打入冷宫 通通作为反动都不能读 所以外国和中国的交往基本中断 它没有办法看到太多中国的东西 也更没有办法和中国的学者交流 这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那个时代 从20年代 胡思那一批学者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他们被禁锢起来 这一批学者是非常优秀的 非常接触的 我觉得他们的研究成果呢 比日本人 比任何一国的学者都要好 这是我要做的评价 我们今天呢 千万不要再被一些人蛊惑 我跟着去读那些外国人的东西 把那外国人的东西捧为至宝 中国史是中国人的历史 我们比谁都了解我们的历史 我们不会羞愧到 我们祖宗的事要别人来讲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谁能容忍 我告诉你你过来 你祖宗的事我告诉你你不懂 这简直就是在你脸上打几个耳光 没有这回事 他们的研究远远不如我们 为什么会比我们好 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乱搞 因为政治迫害 他们没法交流 没法交流呢 美国人对中国史籍 大量读不懂 好的研究接触不了 他走了一个捷径 采用了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 日本对中国研究有个优点 他们也使用汉字 特别是日本战后 一直到战后的那批学者 中国古文献的功底还比较好 还能读 比今天现在这些日本学者好多了 现在这些日本 现在活跃的学者就比他们差得更远 日本的学者比较注重实证 做了很多实证性的研究 这一批研究也很好 也很接触 最具有代表性的 其实是宫崎世定写的九品观人法研究 这个是我把它翻译过来 在中华书局出 里面有一些措置 现在读起来 我找到了有十几二十个措置 有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 以及宫崎世定的学生 代表的京都学派 和东京大学为首的东京学派 所做的研究 日本的研究 被美国的学者吸收借鉴 在这个基础上 他们来编中国史 美国学者编中国史的优点在哪里呢 在他 美国是一个理论建长的国家 理论思维特别强 再加上呢 是从外面去看别的一个世界 这一点极为重要 它反差就很大 我们自己活在我们这里 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的历史 很熟悉 但是我跟你讲 中国特点是什么 你就不熟悉了 为什么不熟悉呢 你就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你没有比较 如果你跑到美国去留学 留学它十年八年 你从美国来看中国 你就发现中国的特点非常明显 为什么 因为你是拿美国做参照物来比较 你跑日本去留学 你就拿日本做参照物比较 这一比较特点就出来了 虽然美国人呢 基本上是一个从远处拿着望远镜来看中国 立足于美国和美国一比较 他觉得有趣 再加上他擅长理论思维 用日本人的东西来 他就有很多 对我们呢 我觉得这部书最大的优点是 有启发性 有启发 而且他打开了我们思维的这个视野 我们的视野往往被我们自己给框住了 他把你打开 你就看着这个书发现 哦 原来这个事情还可以这么想的 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大学生 这个在学校里面要靠着满堂冠来上课呢 这个大学生肯定是很成问题的 学不好的 关键是自己去读 然后呢 有一个好的老师 起最大的作用是 帮着你把这个视野打开 在一些关节点上 把你领进门 能做到这两点 这个老师 你一辈子都会想起他 这个老师在这里 这个口干舌照的告诉你 随潮的特点 第1234567 随潮成功 为什么建立1234567 随潮灭亡又是因为1234567 下课以后 我相信你肯定就忘记他了 你再也想不起 这个老师对你有什么帮助 没有帮助 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这本书我推荐说 他在这些地方给你启发 但是你一定要很小心 虽然他采用了日本学者 很实证的研究 但这里面也包含了许多的错误 用我们一种话说 就是包含了大量的硬伤 不是说可以讨论的 就是说这一句话 你这么理解 我这么理解 我们可以讨论 这是完全就是理解错了 硬伤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向大家推荐 因为这个比较打开大家思维 好 关于随潮史的书 我今天又推荐两部 今天已经把潮给包含在里面了 那我们来讲随 随潮建立在中国的制度史上 是一个化时代 它给中国的政治体制 开创一个全新的体制 全新的政治架构 所以说这个架构的由来 怎么演变 我们看汉代 汉代的政治架构 上面最高是一个皇帝 皇帝下面是什么呢 是宰相 宰相下面呢 是百官 九卿了 是吧 是执行部门 各个执行的部门 因此宰相是百官之掌 这么一种结构 低于宰相 或者和宰相评级的 有两个部门 一个是检查部门 御史 一个是军事部门 军队 这三者都直接属于皇帝 所以皇帝呢 建差权和军权之外 我们就说就行政权来说 他的贯彻是通过宰相来实施的 通过宰相实施呢 宰相就成了百官之掌 所有的政府机构 政府部门 向宰相负责 然后宰相再向皇帝负责 这两者很近 基本上呢 是重复的 宰相权很大 宰相呢 在汉的制度上 宰相其实 因为这个军队的总管 跟这个御史呢 都比宰相级别要低一点 低半级 所以宰相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调动他们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